大家好 我是大老K 英国多塞特郡有一个叫莱姆里杰斯的海滨小镇 此地因为拥有大量侏罗纪时代早期的遗迹而闻名于世 其中的一片海湾更是保留了那个时期极为罕见的蓝色石灰岩 又由于海湾的外形特别像一顶帽子 所以当地人都把它叫做蓝茂湾 而我们本期的故事就要从蓝茂湾讲起 1894年5月13日上午7点25分左右 一艘名为爱德华公爵号的远洋霍伦正缓缓驶进蓝茂湾 就在这时大副艾伦杰里米突然发现距离爱德华公爵号大约一海里远的地方 有一艘奇怪的汽船 之所以说它奇怪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这艘船似乎把动力系统给关了 只靠着浮力在海上飘行 更为古怪的是整个船身明显向右倾斜 看上去随时都有沉船的风险 通过望远镜从船头硬刻的标记来看 这应该是一艘从伦敦港驶来名为希望号的小型货船 虽然不知道对方怎么了 但在打了几次信号却没有得到回应后 经验丰富的杰里米当即就意识到可能出事了 于是转头便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船长哈里斯怀特 后者在衡量利弊后下令全速靠近希望号 以便搜救可能的落水者或在其沉没时示意援手 果不其然 当爱德华公爵号来到希望号进前时 这艘小货船的绝大部分已经沉没在海平面以下了 虽说清晨的海面上雾气迷茫能见度比较低 但怀特船长一星人还是拼尽全力搜寻着幸存者 最终还真被他们捞上来两名奄奄一息的男子 在把他们送往距离港口最近的诊所后 怀特便向小镇所属的布里德波特县警局报了案 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立即组织了多艘船只 在事故区域展开了二次搜寻 并又在海上捞出了四个人 他们分别是两名老年男性 一名成年女性 以及一名三岁左右的男童 可惜这些人落水时间太长 被捞起时已无生命提振 为了搞清楚沉船原因 警方第一时间就对船只的背景做了相关的调查 据了解 希望号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役的一艘小型运输船 翻新改建而成 最近被一名叫乔治爱莫特的伦敦家具商租下来运货用 1894年5月10日也就是案发三天前 刚刚从伦敦港出发前往多塞特郡的基督城 由于包一趟船的价格本就不低 再加上两名水手的费用就更显昂贵 不过按照事先的规划 希望号会在沿途的两座港口停靠 以补给生活所需 也就是说 这艘船会停靠三座城市 所以为了节约成本 聪明的乔治老板于出发前 在伦敦的城市新闻报上 刊登了一则广告 内容很简单 就是寻找七名想要前往停靠城市的船客 来分摊费用 除此以外 他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准备在基督城游览几天 听到这儿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问题了 照上面所说 希望号在出发时 船上应该有12个人 他们分别是乔治老板一家三口 两名船员 以及七名乘客 但经过确认 警方找到的四具遗体 分别是乔治的妻子阿米利亚 儿子布莱克 以及两名乘客 而之前被爱德华公爵号救起来的 则是两名船员 那么乔治本人 以及另外五名乘客哪去了呢 正当警方困惑之际 诊所传来消息 先前送去急救的两人 已经脱离危险苏醒了 得知这一信息后 调查人员二话没说 直接赶去病房 对他们展开了问询 希望能从船员口中 得知失踪六人的情况 可等罗杰亚当斯和 肖恩麦克里奇讲完整起事件的经过后 这起沉船案却变得更为蹊跷起来 据他们所说 5月10日上午 希望号在伦敦港装货启航 5月11日晚上到达第一亭靠地 肯特郡的多福 当时有三名乘客下了船 一天后的5月12日晚上10点 希望号到达了第二亭靠地 东萨塞克郡的布莱顿 此时又有两名乘客下了船 接着希望号就驶向了目的地基督城 直到此时一切都很正常 当晚建坛的乔治老板还在甲板上和大家聊了会儿天 讲到信头上时他还开了瓶红酒 与罗杰和肖温小酌了几杯 才回房睡觉 可到了次日清晨 情况就有点不对劲了 5月13日早上6点半左右 罗杰正在甲板上调试设备 此时他陡然发现船的吃水深度 相比前一天有明显下沉 可返回操作室检查后 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便没有太在意 万美想到仅仅过了几十分钟 整艘船就开始向右倾斜 而根据当时倾斜的程度 罗杰觉得多半是船舱的封条出现了问题 导致精水造成的 于是他在前去查看情况的同时 让另一名船员肖恩叫醒还在熟睡的其他人 可等罗杰到地方一看啊 好家伙 货舱的封条居然不翼而飞了 里面是水漫金山 更为可怕的是 污水井和排水口 也在大鼓大鼓的进水 在一般情况下 处理这种问题的方法呢 是丢弃船上的货物来减轻重量 同时用大功率蒸汽抽水机进行排水 或许啊 可以转为为安 但我们先前提过 希望号是一艘改建的旧船 船上根本就没有配置抽水机 而货舱中又都是笨重的家具 想在短时间内把它们丢进海里 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倒霉的是 随着船只的下沉 动力系统也出现了故障 好在此时距离蓝茂湾已经不远了 于是两名船员打算用救生阀逃生 可他们来到船尾一看 原本放救生阀的地方竟空空如也 绝望之下 众人只能尝试对外求救 但此时希望号已经随海浪漂浮进了蓝茂湾的一处拐角地带 很难被人发现 接着影片开头的那一幕就出现了 罗杰表示当所有人掉进海里时 自己曾想过去救三岁的男孩布莱克 然而就在此时他隐约看到不远处好像有艘船正朝着希望号驶来 于是求生的本能让他抛弃了所有想法 不顾一切的向来船游去 只可惜当天的海浪比较大 即使拼尽了全力 却还是在半途因体力不支失去了意识 以上就是沉船事件的整个过程了 可不管是罗杰还是萧恩都觉得事有蹊跷 首先 这货舱的封条是非常坚固的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其渗水还能理解 但整体不翼而飞就很难解释 至于污水井和排水口的损坏也一样 要是其中一处有问题还能说是意外 可两处同时损坏 似乎就不能用一句巧合来搪塞了 更别说还有救生罚的仪式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大概率不是一起事故 而是人为造成 然而警方在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却犯了难 很显然 在这艘希望号上的人 除了乔治老板一家外 彼此之间互不相识 船上的也没有发生抢劫之类的罪行 货舱运的又都是重刑加剧 不便偷窃 那么凶手的动机是什么 这是其一 其二 除去那些已经不幸遇难的人 警方能找到的只有两名船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他们同样存在嫌疑 两人的证词是否属实也未可知 有人要问了 不是还有前两战就下船的五名乘客吗 说的没错 但只有乔治老板有乘客的名单 而乔治又下落不明 介于此啊 自知能力欠缺的当地警方 立马就向苏格兰厂请求了支援 后者呢 则派出了一位名叫罗杰斯布朗的警探 前往案发地提供协助 要说这个罗杰斯啊 来头可不晓 这哥们年轻时曾当过私家侦探 因破案水平高超 被官方收编成了正规军 之后呢 不但履历其功 而且还参与了开堂手捷克的调查 更有意思的是啊 罗杰斯貌似还是为辅将 人未到 案子就有了新的进展 1894年5月14日 也就是案发第二天 莱姆里杰斯当地的居民向警方报案称啊 他们在一片海滩上 发现了一名三十多岁的陌生男子 此人被找到时 已经浑身冰冷 手脚僵硬 好在有人发现其上有一丝气息 于是大家合力将男子 抬进了就近的一所教堂 又为他请了位大夫 最终在一通急救后 男子恢复了神志 讲到这儿啊 想必各位猜到 男子就是希望号的雇主 家具老板乔治 同一天 布莱顿的海岸边 出现了两只无人认领的救生罚 得知信息的莱姆里杰斯警方 当即就带着两名船员赶往了现场 后经确认 两只救生罚 真是希望号上丢失的 更重要的是 固定救生罚的审索 明显是被戾气割断的 此时此刻 警方基本可以确定 希望号沉船事件 就是一起 有计划 有预谋的谋害案件 虽然乔治老板描述的 事件经过与船员们说的大同小异 可他至少掌握所有乘客的身份信息 这也将为之后的调查提供极大的便利 而当苏格兰场派来的罗杰斯侦探 在了解完案情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想要破获此案 从动机出发显然是不明智的 最佳的做法是通过手上掌握的信息 来缩小闲人的范围 根据分析 他认为凶手定是希望号上12人中的 一人或几人 所以接下来只要通过排除法 就能基本确定闲人的范围 首先要排除的当然就是去世私人 另外乔治老板几乎没有作案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养尊处优的商人 他绝不会将自己置于沉船的风险之中 同时他与妻子的关系和睦 感情深厚 再退一万步讲 他要真有作案的心思 也没必要带上自己三岁的儿子 毕竟虎毒不食子 相对来说 两名船员常年在海上工作 熟悉水性 本应存在较大的嫌疑 但经过乔治老板的确认 沉船发生时 除船员外的所有人都在熟睡 要不是肖恩来叫醒他们 自己早已葬身大海 这一举动大大降低了两人的嫌疑 实际通过背景调查 他们也确实没有动机 因此凶手就只可能在前两站下船的五人中了 可随着救生阀的出现 第一站下船的三人也被排除了嫌疑 因为找到救生阀的布莱顿 就是希望号的第二个停靠站 综上所述 警方打算对第二站的两人展开调查 根据乔治老板提供的信息 在布莱顿下船的分别是53岁的亚瑟·鲁伯 以及32岁的大卫·霍格恩斯 和其大成哥一样 他俩都是通过报纸上的广告 才与乔治取得联系的 所以乔治对两人并不熟悉 维森想 当警方了解完两人的背景信息后 却是一脸的惊异与不知可否 咋回事呢 咱先来说53岁的亚瑟 他和乔治居然是同行 都是卖家俊 乔治在伦敦西区有两家店 而亚瑟的店位于伦敦的东区 斯皮塔福德的一个市场里 这里插一句 在19世纪时 斯皮塔福德属于平民区 简单来说 乔治的生意比亚瑟做得大 更巧的是 乔治还是亚瑟的一个供应商 因为他除了卖成品家具外 还顺带做木材批发 亚瑟的很多原材料 就是从乔治家进的 据了解 在案发前 亚瑟还拖欠了1920英镑的货款 没有结算 现在听来1920好算也不算太多 可在19世纪末 一个熟练功能的月薪 只有40英镑左右 可见1920英镑也不算小钱了 非但如此 亚瑟年轻时还当过一年多的海员 对船舶方面的知识应该是比较精通的 听到这儿有人要问了 既然这样 乔治怎么会不认识亚瑟呢 很简单 因为亚瑟是通过一个经销商进的货 换言之 他的直接债主是那个中间商 所以大家就知道警方为什么不知可否了办 因为他们仿佛找到了事件的关键 但又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而另一名嫌疑人大卫霍格恩斯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家伙虽然只有32岁 却是个资深劳改犯 大卫从16岁开始就因盗窃敲诈等罪行多次入狱 而引起警方注意的是他最后一次的犯罪记录 大概12年前 20岁的大卫刚从牢里出来 在机缘巧合之下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一位来自法国的贵妇 这名贵妇有一个爱好 特别喜欢维多利亚早期的各种小玩意儿 但凡发现都愿意花大价钱购买 好家伙 大卫觉得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 通过多方打听 他得知在一间家具店里 有一只维多利亚时期的银制豪华梳妆盒 当然对于大卫来说买是不可能买的 他的想法就是找机会把东西偷出来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家店24小时都有人值班 所以在某天深夜 大卫刚刚潜入家具店 就被一位65岁的开门人逮住了 情急之下 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刀 把人家老爷子给捅了 就这样 原本的盗窃变成了抢劫商人 被捕后 直接判了个11年有期徒刑且不得假释 在沉船事件发生前两个月 刚刚出狱 也就是说 大卫本身就不是个好人 而经过查证 当年他偷的那家家具店 正好是乔治的产业 有人要说了 难道他捅了人家 现在还要找店主报仇不成 告诉各位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人这种生物非常复杂 好人会有恶念 而恶人也会有善的一面 比如大卫就是个孝子 但他的母亲 却在其坐牢期间不幸离世 据几名欲有反馈 这件事给大卫的打击非常大 所以在他出狱后 会不会在扭曲的心理下 想着谋害乔这一家呢 可问题是 希望号被破坏的位置都很关键 感觉是很懂行的人所谓 而大卫根本没有出海的经历 更让警方发愁的是 眼前虽有两名嫌疑人 但手上的却毫无证据 一切都是捕风捉影的推测 眼看着调查就要陷入僵局之时 1894年5月20时 也就是案发一周后 一个名叫哈利恩德伍德的少年 竟主动找到苏格兰场 表示自己啊 可能看见国上希望号 沉默的凶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94年5月10日 希望号启航当天的上午 哈利和往常一样 在伦敦港周围徘徊 想找一份短工的挣点钱 就在此时啊 他看到希望号上的船员罗杰 在码头上大声吆喝 说想要招募一个 装卸货物的零食工 就在哈利打算举手应聘之时 身后呢 却被人拉了一把 转头一看 拉自己的是个头戴高帽的男人 还没等哈利开口呢 对方却抢先一波问道 你想去应聘船员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男人直接塞给哈利三英镑 并告诉他 希望号的船长 对待临时船员的态度很差 经常在到达目的地后 找各种理由拒不支付工资 甚至呢 还会把人直接丢在异地他乡的港口 总之一句话 这船不安全 男子呢 劝哈利最好别去 原先哈利一直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人啊 可几天之后 他便在报纸上看到了希望号沉默的消息 虽然内心底不想给好心人惹麻烦 但一想到逝去的四条生命啊 在纠结了几天后 哈利还是决定把此事通报给苏格兰场 可惜的是 那个神秘男人的帽子很大 帽颜也压得很低 基本看不清长相 哈利只知道此人高高瘦瘦 穿着得体看上去呢像个体面人 面对这种情况啊 苏格兰场向哈利出示了亚瑟和大卫的照片 后者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表示 大卫貌似和神秘人有点像 在得到这条重要线索后 伦敦方面立马就与莱姆里杰斯警方取得了联系 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由于大卫的常年生活在伦敦啊 所以双方协商后决定把案件的调查权 转交给伦敦方面 就这样1894年5月22日 大卫被传唤到了伦敦警局 接受问讯 作为一个老油条啊 大卫一口咬定自己与案件毫无关联 当然警方对此早有预料 他们的应对策略简单粗暴 那就是对大卫的住所展开搜查 要知道 这哥们是个小偷小摸出身啊 根据调查人员的经验 如果他真是凶手 那么在作案的同时多半会顺走点东西 这也属于一种职业病啊 实际情况和预料的想的差不多 上面介绍过 大卫从16岁起啊 大部分时间都在狱中度过 所以他的经济状况很差 靠着上一代留下来的遗产 虽然不至于家徒四壁 但也好不到哪去 可警方呢 却在他家卧室中找到了一对明显和环境充满违和感的 银制高脚杯 后经乔治老板确认 这套高脚杯正是希望号上运载的货物 原本放置在货仓的一个橱柜抽屉 通过这一点啊 不但证实了大卫的偷窃行为 同时也证明他进入过货仓 那么破坏封条以及污水井和排水口的还会是其他人吗 所以在掌握这条决定性证据后 伦敦警方顺利的将大卫送上了法庭 1894年11月8日 蓝茂湾沉船案正式开庭 检方一上来呢 就向陪审团出示了重要证物高脚杯 而乔治老板也拿出了一张 向西班牙某商家订购这对杯子的收据 接着啊 小公哈利恩德伍德站上了证人席 他向法庭证实 大卫就是那个在码头拿出三英镑 让自己不要去希望号应聘的神秘人 可面对指控大卫一脸的震惊表情 他告诉陪审团 那个高脚杯呢 是自己的母亲留下来的遗物 另外呢 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哈利 更别说给人家三英镑了 至于检方提出的报酬动机也是无稽之谈 大卫表示啊 自己在被捕前根本就不知道乔治的身份 而且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报酬 在母亲去世后 更是痛定思痛要改过自信 甚至还信了基督教 出于后呢 一直做着跑腿的工作 之所以上希望号也是受人所托 却不来顿办点事 哎 以上就是他的辩解之言了 虽然大卫的表现呢 既真诚又可怜巴巴的 但法庭讲究的是证据 而他根本无法证明自己说的都是实话 更别提还有高脚杯这种铁证存在 所以陪审团讨论了没多久便认定大卫 罪名成立 判处 绞刑 可判决下达仅仅两天后 哎 星期日 泰晤士报上就登出了一封公开信 接着啊 原本还在称赞警方和法院办案神速的民众 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开始对判决结果产生了质疑 这无疑让苏格兰场和法院啊 颜面尽失 那问题来了 这封公开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很简单 骂人 作者在信的开头啊 就言辞激烈的写道 从陈传案刚开始报道 我就对他很感兴趣 可当我看到判决结果时 却忍不住想说 伦敦警察厅的办案能力实在令人堪忧 主审法官和陪审团也都是一帮警抵之蛙 但凡对传播这是有所了解的人 都应该知道大卫霍格恩斯先生不可能是本案的真凶 要知道希望号是一艘改建过的新式汽船和常见的老式帆船有很大不同 特别是用于运输的货船 为了提高航行中的可靠性 货舱封条以及各类水井设备都进行过加固 在不使用专业工具的前提下很难破坏 但此类工具体积很大 要把他们带上船几乎瞬间就会引起关注 实际在调查中也没人提到这点 由此可见 大卫想要作案只能用斧头狼头之类的普通工具 如果用这些东西来破坏封条污水井和排水口的话 没有三至五个小时是不可能完成的 可根据报道 大卫先生在5月12日的晚上10点下的船 所以他想要作案就必须在晚上7点之前开始 那时并非休息时间 且船上除大卫外还有8个人 想要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此案最初的报道中提到 任正哈利根本没有看到神秘人的长相 可在庭审时 他又为何如此确定大卫就是拿出三英镑的男人呢 如果没有猜错 他应该是在警方的引导下作出的证词 所以此次审判的结果 绝非大卫先生的人生污点 而是警方和法院的污点 以上就是信的主要内容了 大家听完什么感觉 反正案件的主审法官瑞德·莱恩哈特 是被欺了个半死 于是他当天就给报社发了一则声明 说要以名誉诽谤起诉性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声明还没登出呢 就被瑞德法官自己给撤下来了 咋回事呢 这封信的作者名叫亨利·劳伦斯 从表面上看 此人是个身患重病在家休养的21岁无业男青年 但他的外祖父呢 是一位世袭伯爵 他的父亲呢 也是伦敦有名的牙医 说白了啊 亨利不好惹 可他终究只是一介平民啊 不管其观点是否正确 都不能左右判决的结果 至于那些审理案件的当事人 就更不愿对可能的错误做出反应了 不过有句话呢 叫天无绝人之路 亨利的这封信 引起了一个关键人物的注意 此人就是罗杰斯·布朗 各位还记得他吗 沉传案发生时 莱姆里杰斯警方自知能力不济 便向苏格兰场求援 后者派去协助办案的 就是罗杰斯·布朗 事实上呢 把嫌疑重点放在第二站下船的亚瑟和大卫身上 也是他的主意 虽然现在看来似乎有点问题 但在调查之初呢 这是个极为合理的建议 原本罗杰斯的想法就是查一下两人再说 没想到莱姆里杰斯警方 直接就把调查权移交给了伦敦警方 所以最后啊 罗杰斯就回苏格兰场处理别的案件去 直到亨利的信被登上了报纸 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热议 他才再次关注起了沉传案的后续 不得不说啊 相比于其他警员 罗杰斯的能力呢 还是要强上不少的 事实上他并不认同亨利信中提到的所有观点 但随着信的发布 有一个人的举动多少有点反常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虽然并未明说 可亨利在信中确实暗示了凶手的人权 各位还记得此案最为重要的证据是什么吗 没错是一对高脚背 他不但是船上的东西 而且呢是摆在货舱里的 以上信息的提供人是乔治老板 然而根据亨利的分析 大卫不可能是凶手 反过来说 那对高脚背就不可能是偷来的 那么乔治就肯定做了伪证 事实上很多民众啊 也看出了其中的涵 甚至有人要求乔治对此做出回应 但他却一直保持成 要知道此案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乔治 连老婆孩子都搭进去了 现在要有人出来污蔑他 于情于理都应该有所反应才对 想到这儿 罗杰斯打算调查一下乔治在案发后都干了些什么 哪知这一查之下就更让人疑惑了 他居然卖掉了自己在伦敦的家具店 独自一人搬去了利物浦 可不管乔治有多么可疑 始终有个问题无法解释 那就是动机 因为不管从哪方面来考虑 他都没有作案的理由 至于背景也比较干净 不过其年轻时曾是一起案件的相关人 具体缘由并不复杂 乔治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母不但拥有一个大庄园 名下还有不少的地产 夫妻俩一共育有两子 老大就是乔治·埃莫特 老二名叫查尔斯·埃莫特 1880年也就是陈传案发生的14年前 埃莫特夫妇在家中中毒身亡 警方怀疑这是一起投毒谋害案 二儿子查尔斯则被列为了重要嫌疑人 锒铛入狱 但在经过一系列的司法流程后 最终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显然这件事不但年代久远 而且和陈传案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面对这种情况 罗杰斯探员想着再研究一下乔治的私生活 当然像家庭矛盾或者感情纠葛这样子的动机 其实在案件的一开始就已经调查过了 只是当时的调查并不深入 另外这也是罗杰斯能想到的唯一一种动机了 毕竟除了老婆孩子外 乔治与船上的其他人都不熟悉 可令人遗憾的是 几乎所有熟人都证实 乔治这个人虽然性格有点暴躁 但与妻子的关系还算和睦 而且也从不在外沾话热槽 然而即使是这样 罗杰斯依然不想放弃 在与一个叫亚当帕金斯的知情人沟通时 他随口问道 乔治和他弟弟的关系怎么样 因为罗杰斯觉得 一些深层隐秘 只有最为亲近的人才会知道 不过愿意大意灭亲的人毕竟少数 如果兄弟俩关系好的话 我就问了也白问 我没想到 亚当的回答直接让他愣在了当场 警官 不管你信不信 查尔斯对他哥哥的了解可能还不如我的 你别看他们是孪生兄弟啊 但自从父母被毒害后 查尔斯就被关进了监狱 虽然最后无罪释放 但也在牢里蹲了整整十年 更何况他出狱后不久便失踪了 所以你觉得他能知道什么 再说了你也找不到他呀 好家伙 当听到孪生兄弟这四个字时 罗杰斯立马就是一个机灵啊 虽然此时他并不确定这一点与案件存在什么关系 但还是下意识地问道 乔治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他除了酒精过敏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了解到以上这些情况后 罗杰斯转头就向苏格兰场高层 言明了一切 并申请重新对陈传案展开调查 恰逢此时呢 大卫的律师呢 也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亨利的公开信又招来了民众的质疑声 无奈之下 苏格兰场只能同意了重查陈传案的申请 1895年2月 也就是案发9个月后 乔治老板被苏格兰场传唤 从利物浦回伦敦配合调查 他一进入审讯室 罗杰斯就开门见山地招呼道 您好查尔斯·艾莫特先生 反观后者只是稍微愣了一下 便平静地回道 您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哥哥酒精过敏 所以从不饮酒 但希望号上的两名船员说过 5月12日晚上 乔治曾陪同他们喝酒聊天 到很晚才休息 所以那个乔治 除了你以外 还能是谁 听完解释 乔治苦涩地笑了一笑 接着就道出了整件事情的原委 事实上啊 一切的根源 还是来自于多年前的那起投毒案 上面我们介绍过 艾莫特家呢 是很有钱的 按照传统这份基业将会平分给乔治和查尔斯 但年轻时的乔治不误正业就算了 还特别沉迷于赌博 甚至呢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这让父母非常失望 在多次劝说无果后 他们警告乔治 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修改遗嘱 剥夺其继承权 原本夫妻俩啊 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刺激儿子改邪归正 没想到 几天后 两人便双双中毒去世了 由于乔治在作案前呢 准备的很是充分 将所有的疑点都转移到了查尔斯的身上 同时呢 还拉来了几名狐朋狗友充当人阵 导致查尔斯含冤入狱 虽然最终无罪释放 但还是白白坐了十年牢 在这十年里 查尔斯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找哥哥报仇 但为了掩人耳目 降低乔治的防备 出狱后的查尔斯第一时间就远走他乡 前往了西班牙 在一艘船上当了几年的水手 到1893年 也就是案发前一年 才辗转回到了伦敦 就在他想着该如何复仇时 机会终于出现了 查尔斯在报纸上看到了 乔治要招揽乘客的广告 于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浮现在了脑中 那就是干掉乔治 并冒充他的身份继续生活 这样呢不仅报了仇 还能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 且不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可谓是一举三德 不过其中呢存在一个矛盾 外人或许看不出他和哥哥的区别 但时间一长 有个人肯定瞒不住 那就是乔治的妻子 至于他最终的做法 就是在出航前 以搭船为由将乔治约出来 并伺机将其谋害 接着呢便冒充乔治上船 在5月13日凌晨 众人沉睡时破坏船体 让希望号在不知不觉中 缓慢沉默 此事唯一的变数 就是不知道这艘船呢 具体会在哪里沉默 所以查尔斯为自己准备了额外的一支小型救生法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希望号最终来到了兰茂湾附近 因为太靠近海岸 用救生法容易被人发现 所以呢 他只能硬着头皮跳入海中 差一点就丢了性命 至于后面的事儿 大家就知道了 由于两名水手的存活 让船体遭人破坏的事实被揭露了出来 起初啊 查尔斯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装起了无辜 直到警方在大卫家中找到了一对高脚杯 才让他生起了嫁祸的念头 而所谓的西班牙进货单 当然也是伪造的了 随着查尔斯的认罪 大卫于1895年3月15日重获自由 而查尔斯则因多项谋害罪名被判处的绞刑 不过就在判决下达的当天夜里 他就在监狱中自尽身亡了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是大佬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